第二 三 四 五 六 後來就一直都沒有合作到 然後一直到今年 就是我已經走遍了中國的各大劇院 然後跟林英華達人合作 然後終於在今年就是圓夢 然後接到這個角色 然後我覺得 可能有公司 所以就被迫回來接嘉義的公司 那其實我們這段 我覺得很多人都有自己 真正想做的事情 有一些夢想 那當然你夢想 就一定會掺杂著一些 跟現實一些衝突 或是跟家庭的一些衝突 那你怎麼去面對 怎麼去解決這樣 那飾演我父親也是柯一正導演 那他今天 出乎 也如果我們所料也沒有出現 好 謝謝 很高興又回到綠光了 差不多跟綠光結緣是在十四五年前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跟綠光開始有合作 然後也是合作了四五年 然後突然就十年的時候消失了 就沒有合作到 因為其實不是不跟綠光合作 也不是綠光不願意跟我合作 是因為我跟綠光合作得太密切 然後黨旗都一直喬不過來 我們有名叫做范瑞君 她是女兒 對是 朱哥跟那個 朱的女兒 朱哥喔 不是 剛剛剛剛 我也不認識 是她不認識 的女兒 所以 就是到了就是真的倆公的時候 好像就是 老公在那邊吵 所以我當中一句台詞就是 就是大家小心點 我們可不可以先吃飯 之類的 那第一次演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這跟我太太在家裡對我吼的感覺 好像喔 我就覺得很親切 你知道嗎 那我演她爸爸 我這次只有一場 一場多一點 為什麼一場多一點呢 因為我兩場戲 第一場我的台詞就是 呃 呃 五次 一場